说,丈夫毛伦胜中专毕业后,在城里一家公司当保安,自己在一家西饼店当服务员。 结婚后不久,毛伦胜就不许她再跟任何人联系。 为了照顾丈夫的情绪,洪玉也只好辞掉工作,整天待在家里,和朋友也都断了联系。 家里条件并不好的毛伦胜,开始为能娶到漂亮聪慧的老婆而得意,但闲谈时,朋友们老打趣她。 你这穷小子能娶上漂亮媳妇,可得堪劳了。 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原本就小心眼到毛伦胜开始担心,漂亮的妻子会不会安心跟她过一辈子。 我心里比较狭窄,随着都猜疑,对我一点都不信任。 比如说我跟别人打个电话,她就要我来看一下,也是跟谁打了,那一心,或什么。 我什么时候打电话,把她们跟别人打电话,打电话,她们不信任,不信任,不信任,不信任。 这让毛伦胜非常不安。 她说她自己都想了那么久了,怎么对付我,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出来。 跟她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,我都不知道她对我居然有这么狠的想法。 最终,法院判处毛伦胜有期徒刑八年,并附带民事赔偿洪裕五万六千三百一十六元。 庭审结束后,洪裕说,今后会带着儿子坚强的生活下去。 那时候,夏洪裕和他的儿子得到了很多人的无偿援助,包括法律、医疗和经济上的帮助, 但唯独没有接受过正规和系统的心理帮助。 而这项缺憾也为夏洪裕母子的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。 像洪裕当时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救援的话,会对她以后的生活埋下很多隐患吗? 对啊,肯定。 首先我被非常极端的不公正对待,而我这口怒气无处可宣泄。 周围的环境对我不公平,周围的环境对我不公平,我每天感受着这种不公平。 我就会变成什么呢? 我就会变成像一个塞满了火药的大炮这样的。 而我还不敢碰。